还请稍等便客 容小人进去 向阿郎回禀 好 速去禀报 我们在此等候 耽误了大理寺办差 我们都担待不起 是 裴兄 五妹妹 我刚刚向老夫人辞行 正要去找你道别呢 这几日住在府上 都有叨扰 我已经找好了考生客栈 今日就搬出去 裴兄且慢 妹妹有一事求你帮忙 五妹妹想让我做什么 琉璃 五姿姿 是不是我阿娘来接我了 琉璃 你阿娘出事了 来抓你的官差 已经到了五府门外 此刻没有什么 比保命更要紧 我已经安排了一位狼君 带你离开 你要相信他 五姿姿 我阿娘出了什么事 五姿姿 我求求你了 我只想跟阿娘在一起 琉璃 琉璃 你听我说 你还是个孩子 你救不了你阿娘 如果你留下来 只能让你们母女两人 都陷入危险 我虽然不认识你阿娘 但是你跟我说过 你阿娘告诉你 去高昌 才能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相信 你阿娘此刻最大的愿望 一定是你能活着 能自由自在地活着 我 我只要跟阿娘在一起 你们不能往里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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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快走 你们不能往里闯 你们不能再往里闯了 你们不能往里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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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五才人 小人实在是拦不住 各位官差吗 听说大理寺的官差 来我们府上搜什么人犯 我们府怎么可能和人犯 扯上关系呢 官差可要好好搜一搜 每个房间都搜仔细 装拿谋逆案的重要证人 事关重大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只能得罪贵人府上了 还想裁人尖量 前人都搜过了 没有人犯 后门附近发现吸钱马蹄 左浅又深 像是有人仓足间 夹带荣活物离开所致 追 是 是 琉璃 我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 希望你能平衡